哈囉 大家好 我是Gina 上個月我不是到日本參加了一個 日本品牌Lifa的新品發表會嗎 然後呢 在那個發表會上 其實有一樣產品是他們在前面一陣子推出的產品 是一台洗臉機 因為我們這一次配合的是兩篇合作 所以廠商就問我說 第二篇合作我有沒有比較感興趣的商品 二話不說 就選了洗臉機這個產品 它的外型就是非常簡單 然後像一個手拿的刷子 是非常好掌握在手上的一個大小 那我會選擇這個Lifa Clear來推薦給大家的原因是 這真的是我用過這麼多洗臉刷以來 最最最溫和的一款洗臉刷 它是可以早晚都使用的洗臉刷 我不知道該怎麼樣表達我對它這個觸感的驚喜 因為如果大家有到日本的話 可以走到櫃上去摸摸看這個刷頭 這個刷頭接觸皮膚的時候是完全柔軟 像是溶度在你的手上面滑動的感覺 完全就像是毛巾在你臉上移動的舒適度 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議 它還有一個很棒的優點是它的蓄電力超級強 如果你是這樣早上晚上各用一次的話 嗯...說明書上面是寫可以一個禮拜充電一次就好 那我實際用下來的話比它說明書講得更誇張 它可以兩個禮拜都不充電 只要充滿一次我就可以用它早晚洗臉兩個禮拜 像這樣我幫你按摩 那我今天使用的洗面乳也是Liva提供的這個洗面乳 然後打開他們家的洗臉機 我們就去浴室洗臉吧 我們把洗面乳的泡泡弄好之後 然後把刷頭沾水就可以開始洗了 那打開的方式非常簡單 就是按下 這邊會出現藍色的光 這邊有各段的強度可以選擇 第一個這個是強度比較弱的 就是敏感肌膚可以使用的 再來這個是普通的模式 就是最正常的模式 然後這裡有一個deep 就是深層清潔 然後深層清潔的時候它會這樣 有聽到聲音嗎?它是一段一段的 那這個洗臉刷呢 它設定的時間就是你一次使用的時間量 你不需要開兩次 就是一次洗完就很足夠了 好 那我就用CLEAN這個模式來洗臉 比用衛生紙擦臉的時候還要更舒服 以前用那個洗臉刷洗鼻子的時候 鼻子會超級癢 但是它這個振動的幅度非常舒服 所以在刷鼻子的時候是很舒服的 就沒有那種會很癢很癢的感覺 那這樣子繞完一次就可以把水沖掉了 洗完臉的感覺是完全沒有刺激感 非常非常溫和的一款洗臉機 我這邊還有一小段 我在日本的時候去參加他們這個 學習會的小片段 然後有一個小小的實驗 超級厲害的 它是在手上放一片很像衛生紙的紙張 然後用洗臉機下去轉 轉超多次它都不會破 就是證明它真的真的非常非常的溫和 然後你用手直接搓那個 像我們一般在洗臉那樣搓那個紙張的話 大概10下就會破掉了 那以上就是LivaClear的簡單介紹 就是真的使用起來非常順手 非常簡單 如果大家也用過的話 一定會跟我一樣非常非常的喜歡它 如果你們有到日本去玩的時候 不要忘記去一下Liva的櫃上摸摸 看這個極致柔軟的觸感喔 好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按讚訂閱留言分享喔 想要持續追蹤我的更多即時動態的話 我的Facebook Instagram還有微博都歡迎大家加入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了 掰掰